各位好 我是Fly Bell 灰熊 工程一幅画快完成的时候 也是最困难的时候 需要去仔细的检查 然后再去把原来的图片再找出来 然后拍一个照 做个比较 然后再找出 不可能 感觉不对的地方 通常我都会把一些原来的 原料跟 packing在我平板画道上面 都把它拿出来 再把原来的颜色 原来的图片 拿出来 这就是我 重新找回我原来感觉的方法 再来是一篇 说实的影片 大概两分钟左右 这样的影片 您应该常常看到 其实我只是把这些过程 大致上 用最短的时间说明一下 如果我们再做一幅 大型的画作 其实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 就相当于我们画了一张 4号或者8号的一个 风景的作品 原因是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通常要比对上 就比较困难 因为要定位上也比较辛苦 还有呢 如果在画布上的明度 突然有一块耗掉 其实是很难发现的 就好像我现在在画布上 就调整一块迷路一样 把远山的感觉做出来 把空间拉得更远 我希望这个画布 画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远山呢 在向后推向一公里左右 或者十公里左右 觉得这个空间变大 那这就是我最主要的 原始的关系 如果呢 能够把色彩 变得灰一点 把它的物状区 跟色彩区 再把区分的开一点 这样的话 力量就会更大 所以呢 我大部分的 画作的时间呢 都在思考 哪一部分 是我需要去修改的地方 因为色彩的过度鲜艳 或者过度的灰色 通常呢 会迫害整个画的平衡感 我们从 这样眼看这个石头 就可以知道 前面的色彩 其实是高薄荷的 而后面是灰色的 好了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来